大家好 又是我Carrie 快到中秋了 今天分享一個 硬貨 硬菜 星洲黑胡椒大蝦 不是很辣的 但是很香 這個菜之前 我在梅氣盤中心教過 今天分享給大家 最近有網友問我 經常講CC字幕是怎樣使用的 首先在影片的右下角 有白色的 然後我們按一下 然後旁邊是設定 接著我們又按一下字幕 然後按自動翻譯 自動翻譯 接著 你可以選擇你喜歡的語文 例如印尼文 那你就可以給你家裡的 印尼姐姐看一下 這個方法都可以參考一下 就這樣 有印尼文 我去的所有影片 都可以用這個功能 因為我的影片 裡面都有字幕 你可以按字幕 然後設定 然後字幕 然後自動翻譯 這樣就完成了 然後選你喜歡的語言 可能翻譯得未必準 但都可以參考一下 大家有機會試一下 很簡單的方法 首先看看原材料 有十隻八隻的 大頭蝦 那這些大頭蝦 街市都可以購買的 除了你用大頭蝦之外 這些也叫做螺子蝦 除了用它之外 你可以用其他蝦 用海蝦也可以 用海蝦也可以 急凍的蝦也可以 特別外國的朋友 用急凍的蝦就可以了 最好有皮的 有殼的 就會好一點 我們先處理一下 蝦槍 即是雷電 我們先剪掉 因為刺到 很痛 然後 在眼睛前面 我們那裏剪掉 然後 將 腳全部剪掉 那些沒有肉 尾巴有支針 剪掉 這支刺 你可以剪掉 然後 如果你整個蝦頭都吃的話 這個位置前面 就是一個位置 你可以用一個剪刀 插進去 然後 挖出來 看到嗎 我又不挖了 然後 因為我的牙籤都用完了 我們在蝦身的中間 看看有沒有蝦腸 還有選擇蝦的時候 我覺得不需要那麼大隻 因為 它是淡水蝦 其實 沒有什麼味道 即是淡水 變成 大隻 難入味 在這個時候 其實我們可以加少許鹽 在表面上醃一醃 但我就沒有加了 因為 我覺得我的醬汁 已經很夠味了 接著 我們準備醬汁的材料 即是黑胡椒汁 我們先 把蝦米浸去 蝦米就可以了 不需要用蝦乾 我們浸了蝦米 還有其他材料 然後我們還有其他材料 蝦米浸了一點就夠了 然後 有一點咖喱葉 在東南亞店舖有得買的 買不到就算了 不要放 用多一點芫荽就OK了 然後蒜頭 加乾蔥 乾蔥蒜頭 芫荽要加的 芫荽的味道很重要 然後 黑胡椒碎 一湯匙 和豆豉一湯匙 豆豉已經洗乾淨了 接著我們先 切了一些汁的碼 很簡單 我們這些乾蔥頭 乾蔥頭 我們把它切 慢慢切 好像切洋蔥 這樣就可以了 慢慢來 不用急 有它 味道 惹味很多 然後 小蒜 蒜 我們把它切碎 慢慢來 有蒜頭的味道 又是會正好多的 小一樣東西都 都會窄一點 味道會差一點 因為是很濃味的 好惹味的 我們左手 按住刀頭 右手放在碼刀 幫我把桌子 好像在這裡移動 然後呢 稍微切碎就行了 不需要切到那麼細粒 接著 我們盡量放在一隻碟 稍後 不會漏東西 乾淨整齊 接著 我們先調了醬汁 醬汁很簡單的材料 主要都是生抽 酒 蠔油 你可以放少少老抽的 那其實 我寫在螢光幕上面 如果你有的 ABC是有的 即是那些黑豉油 就用黑豉油 接著我們將它 對下去的水那裏 我們先準備好了這個醬汁 等下煮的時候 就會快很多 組裝了 接著我們準備 煮醬汁 我們先煮醬汁 因為煎蝦 很快 我們準備平底鑊 什麼鑊都可以 我們燒到有少許煙 然後我們下油 然後我們下油 這樣就可以了 燒到油稍微有少許煙的時候 我們順便下鍋 讓油可以上一上鍋邊 就會更加好 讓油不要更加厚 我們先把蝦米爆香 因為蝦米之前浸了水 蝦米浸水的過程裏面 你洗一洗 這樣就穩陣一點 還有看看有沒有黑色的腸 在背部 有呢 我們就蓋了 然後 蒜 這個蒜頭 和這個乾蔥 我們放進去炒 炒香 慢慢炒 這個時候可以小火 慢慢炒 炒香 但是不要炒焦 你炒得越香 這個步驟很重要 炒得越香 稍後醬汁的味道越好 我們輕輕炒 慢慢炒 炒到蝦米的味道出來 有少許乾乾的 這樣就可以了 而且 你會見到 乾蔥有少許 軟身 就可以了 然後這個時候 我們將豆豉 放進去炒 炒香 不是 令它乾乾的 之前洗了的 所以現在炒 炒香 炒到差不多了 我們把湯匙的黑椒碎 放進去 盡量用黑椒碎 椒粉是辣的 黑椒碎是香的 所以買得到 就用黑椒碎 就用黑椒碎 炒到乾乾的 你看到乾乾的 我們把咖喱葉放進去 繼續炒 如果這個 炒不動了 可以加少許油 這個時候 但是 算了 我就不加了 不想不肥膩 因為等下會有牛油的 這個時候呢 我們放少許全油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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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慢慢 將 那些汁 放進去 這個方法很簡單 除了一斤胡椒蝦之外 雞扒呢 煎雞扒 很多東西都可以 豬扒都可以 是的 有少許豆豉味 中西合併 更加正 在這個時候呢 我們煮一煮 煮滾 然後 你要試一試味 看看能否夠鹹 如果OK的話 我們 埋小芡 發不 touching 煎雞 cut igkeit份量 剛好 夠那幾隻蝦 其他一點 一點 家上主 你的蝦 會 黏在 蝦的表面 那就稱 就是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關火 然後 放10克左右的 牛油 就可以了 proposed 把牛油 放了 推開 牛油就不会化开 如果你一直煮 一直放牛油 牛油会化开 汁就不香不滑 现在很多汁都是这样做 最后我们要关火 推牛油下去 接着我们先放在边 很快 汁你可以煮定 可能煮定了放在边 放在冰箱 因为当你买了虾 回来的时候 炒了虾 然后用黑椒汁出来用 就完成了 中火起锅 放油 煎虾 把虾放进去 不会黏的不用担心 中至大火 中至大火 煎到两边有食 有点焦 不要紧 更香 煎到两边有食 保持中至大火 保持中至大火 接着 我们准备个盖子 准备个盖子 然后我们放小酒 然后它会爆得很厉害 然后我们用盖子盖住 焗一下 就快点熟 又会更香 大概焗多久 三分钟 这个时候 调到中火就可以了 但你要看看 会不会干水 基本上不会 焗一焗 基本上就已经熟了 很快 因为虾不太大 因为虾不太大 我们可以按一按 肉 可以淡不淡 硬硬硬硬硬 可以了 它已经熟了 接着 不需要洗锅 这个好消息 我们放一点油 小火 它有烟 小火 收小火 接着我们放牛油 10克左右 或者 一汤匙 牛油 这个菜的角色很重要 是很香的 有牛油就会香很多 接着我们将牛油 退下去 虾的精华 就融在牛油里 然后我们将虾放进去 接着 开大火 将芫荽放进去 拌一拌 很快就能吃 很快就能吃 现在已经很香了 接着 我们将汁 倒进去 然后 拌进去 搞定 拌进去 拌进去 关火 拌进去 就可以了 好简单 一个黑胡椒 鸭 鸡蛋 鸡蛋 胡椒 黑椒 又有豆豉 味道很棒 还有汁真的很棒 你可以做很多其他东西 鸡扒 豬扒 炒猪肉 也很棒 麻烦 请订阅 订阅 免费 可以给个赞 分享给朋友 就是中秋了 做过节菜 是不错的东西 好饮味 极度开胃 好开胃的 好够味的 好香 用手吃是最棒的 用来送啤酒 当然就行 蝦有很多膏 今天就差不多了 希望大家喜欢 我这个星洲黑胡椒蝦 拜拜 还可以